观光工厂但是为什么不符合补助呢 这个补助指的是防疫4.0的一个补助方案 我们来看看在社头有一间制袜的观光工厂 原来它的母公司是属于制造业 主管机关是经济部 那当然就不符合了纾困4.0的一个补助对象 所以业绩现在虽然掉了九成 业者也只能要哑苦撑 伴随悠扬音乐生社头制袜的观光工厂 假日的日常本该像这样门庭弱势 小朋友在这儿是什么 这儿是什么 对 如今画面奏变这里没人 另一头也没人 儿童创作区的小椅子被倒放整齐收在桌上 一张张椅子等不到游客 陈列架上的商品发人问津 光假日一天的游览车 就可以大概有上千人会进来的流量 可是到现在我们是完全 有时候一天根本没有客人会进来我们这边 更惨的是因为本体母企业属于制造业 因此在疫情纾困4.0方案中 不属于观光业补助对象 只能和老天爷赌一把苦等游客上门 我很害怕 我们也是啊 所以就是先看一下人潮没有 我们就分批进来 几乎没出门 今天实在是待在家里太久了 想说出来吃个错误 看到就顺便问过 三级警戒底下的受灾户 还不止这些 白白胖胖的肉圆泡在油锅里 彰化的小吃名店业绩砍半 这间肉圆店疫情出奇 自主停业22天 但老板超佛心霸气喊出 不会亏待员工 没有修过这么长 这是第一次 没有营业就是没有收入 只有付给员工的薪水而已 店内8名员工一个都不能少 底薪一毛都没减 另一间矿肉饭老店则始无前例推出外送服务 从观光业到小池店咬牙苦撑 逆境中求生存 等待波云见日的那一天 三级许数位陈一杰 帐号报导